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主要的一个 大家团聚的 我觉得珍惜你身边每一个人 珍惜彼此之间的缘分 这是最关键的 那今天应该是吃月饼的时候 有朋友送给涛哥的月饼 在Facebook上 那我原来有看到过 但是这个朋友直接送给我 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咱看他送给我什么样的月饼 这四块月饼标着词 就叫月饼起义打倒中共 第一块月饼痛恨中共 第二块月饼打倒中共 第三块月饼咬死中共 第四块月饼赶走中共 这个月饼咱不知道哪做的 我没看是哪做的 那底下我们可以看到 他放的是 在这个月饼下面放的是红旗 五角星人在那 这咱看着 其实他表达出我们内心中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内心的一份情感 我自己的感觉还是很确定了 就是说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呢 可能也并非我们人力而为之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呢 应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种战胜自我 战胜恐惧的过程 共产党不让人们这么恨 原因就是他营造一份恐惧 制造一份欺骗 掩盖事情的真相 而这一份东西呢 对作为生命来讲 对生命是侮辱的 提到恐惧 那孝鼠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了王公权 他是这么说的 那这篇文章是孝鼠自己的 他文章上来这么讲 说 要像王公权那样告别恐惧 所以抓王公权 没用别的理由 只有一个理由 居众对社会出现威胁 用了很直白的理由抓着他 孝鼠提到了一个概念 他说 当下大陆的写照应该是白色恐怖的写照 恐怖的源头来自于对新公民运动和网络言论的持续打压 三月以来 当局对宪政民主 对普世价值 对公民社会汉然亮见 如果说反宪政 反普世价值还局限于舆论层面的话 多属口舌之争 那么对公民社会的亮见则直接上了手段 那就是专政 专政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 被抓捕的新公民大概已经多达二十多倍了 而最离奇的应该当属王公权了 紧接着他就说 王公权这样的艺人 除了在最黑暗的法西斯时代 在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有人朝他下手 却居然下得了手 我相信今天超越于我们所认识的法西斯年代 应该是这样 在这个国度里 也就没有任何当局下不了手的人了 也就无怪乎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撼 不把公权关进笼子里 就把公权关进了笼子 这里说的公权 第一个公权是指权力 没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却把王公权关在笼子里 然后他接着说 作为王公权的兄弟 我最清楚他最高的人生理想 不过是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而已 而他今天的下场是最明显的信号不过了 也就是当局需要的是家奴而不是公民 而当局是传统的江山意识 父辈打下江山 当然是老子说了算 普天之下都是战利品 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家奴 这个我们石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分享的很清楚 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 所以在校署的眼睛里 王公权受难的全部原因就是土鳖当道 那哪里可能给文明社会一点点空间 文明的进程就是宪政的进程 社会公民社会的进程 普世价值的进程 那这是一种结束 再结难逃 文章他写的比较长了 但是他主要描述的概念呢 是在这种普世价值的这种概念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 我们是个人 我们要尊重自己是个人 而我们今天脱生成人 是与我们的灵性 与我们那不死的灵性直接相关 我们尊重的真正应该被尊重的是灵性的那一面 是生命真实的那一面 其实包括土鳖 这小鼠的嘴里的土鳖 对吧 那土鳖为什么这么做呢 是这个制度放纵了生命中极其邪恶的那一面 因为这个制度本身是魔鬼的代表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分享的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 消暑那篇文章呢 提到就是对人的尊重了 那如果往深了抓呢 其实我们说是对生命的尊重 那原因就是现实的环境所展现的一切是非常荒谬的 美国之音写了篇文章直接这么说的 世界媒体看中国 镇压与闹剧 他上来直接讲说 过去的几个月里面 中共执政党当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造谣 诽谤 以及包括嫖娼了 全面的对异议人士展开镇压 而这个镇压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呢 猛然加速 形成一种恐惧 形成一种闹剧 这就直接的定点 这就是闹剧 那闹剧呢 那他自然提到的呢 就是 削蛮子 削蛮子 恐惧 所以被成为了闹剧当中的被人利用的工具 所以他引述的里面讲说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 16号的一篇文章 镇压与闹剧的交融就是现在的状况 中共当局以打击谣言和诽谤为名 对众多微博的领袖进行恐吓和镇压 然后他就提到薛蛮子的表现 以及潘石屹突然结巴 那紧接着就提到13号 把潘石屹的朋友 王公权抓走 警方没有在公共场合 而是在王公权的自己的家里 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抓走 这就是闹剧 这就是非常荒谬的做法 而让薛蛮子上电视星期日 所以被美国之音和这个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 直接这么描述 这是镇压的恐怖与闹剧的可笑融为一体的 难解难分的 这种状况竟然让能说会道的 语言俏皮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写手们 也感到非常的难堪 不知如何而做 那英国的古版的经济学家杂志 在描绘今天的状况时是这么说的 当今中国与时俱进 将野蛮落后的以言治罪 推广到互联网时代的奇景 那他就讲了薛蛮子被抓的这件事情 那紧接着提到日本的媒体朝日新闻 朝日新闻认为抓王公权实际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这是直接了当的一种说法 这就是完全是营造恐惧了 那紧接着讲说 紧接着他就用了法国的世界报的评论 文章里直接讲 整个今天中共的操守 对网络大V的操守 对异议人士的这种迫害镇压 是充满了这种嘲讽 嘲笑和谴责的整个世界范围的概念 因为这样的做法是恐怖荒诞 一种黑色的幽默 法国的主要报纸世界报 把王公权被抓的新闻报道 写成了这个样子 前地产开发商 新兴企业投资家王公权 已经被中共的警察盯上几年 他担心的是警察会以贪腐诈骗罪名来抓他 甚至会以嫖撑的罪名来抓他 就像上个月被抓的薛蛮子一样 结果他万万没有想到 今天警察抓他的理由 居然是在家里面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所以在世界报的采访的最后一段这么写的 王公权的朋友和支持者表示 王公权是一个很遵守法律的人 然而在今天习近平的中国这样的优点都是无足轻重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镇压与闹剧是今天的现实的状况 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如果整体人们认为是这样 在一个开放的年代里 今天统治中国社会的统治者只能采取四十年前五十年前 当时镇压他们的父亲 连带他们自己 杀了他们母亲的方式来进行统治的话 我就说那句话 把一个词给毁了 叫清除于蓝胜于蓝 这个词以后在中国就消失了 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 这个词就基本不能再用了 今天的统治者照搬的是四十多年前 迫害他们家庭的手法在使用 在今天的互联网年代 在今天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年代 你说他不是土鳖 谁是土鳖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